用藥物是很小心的 一來它本身亦是異然 二來其實不能夠長時間吸入 所以我們公司包括我自己 亦是受過專訓訓練 可以使用藥物 而我們亦都跟著標準做的話 我們亦都得到原廠的願望 這個屋頂是用納青布鋪的 這裏已經老化歸裂 一大個生口在這裏 所以魚水就會在這裏入了 接著落在樓下廚房的位置 除此之外 這裏亦都風化歸裂 這些魚水就滲進去 這些位置 另外這個圓片都撩棄了 這種物料就是納青 納青基本上是四五年五六年 就開始會老化 當然視乎有沒有日曬月淋 明顯是日曬月淋 這些位置就披了口 開了生口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我撥開這些沙石之後 就可以看到 裂掉了 所以整個屋頂 這些位置就很軟 踩腳的位置很軟 所以下面整塊木 已經滲水滲到煤了 這些已經可以裂掉了 所以要做過 這邊這邊就是生曬草 這邊應該是長期積水 而引致生曬草 披後位也有很多 這個圓片 這裡披了 這裡也披了 其實這個真的好看風化程度 日曬月淋的程度 我現在上到 Black Roof 這個位置 第一層 它的蠟青膜 我們就已經 移除了 現在看看情況 首先 那裏的圓片 我們又要先把它 把它撩起 否則我們都拿不到 它那個蠟青膜出來 蠟青 因為它是當時用火彈它 希望做到它的防水效果 但是都看得到 雖然你說彈彈了 表面就不漏 但是其實 這些有很多層的位置 這些 當然它上面還有層的蠟青布 但是蠟青布 之前的影片都看到 其實也封化了 日曬月淋之下 都歸裂了 還有當時 木和木中間的層的層的層 其實它都沒有封了 變成在蠟青布上面 一有風化 一有裂痕 一落到這塊木 直接就落了樓下 所以為什麼樓下天花 又有水印 我走後一點 先看看情況 這些地方 因為都是受著 雨水滲入而受潮 有些地方都有些裂痕 還有一些拱起了 所以 我們會做一陣 換掉它 現在看看我們所用的材料 先 我們準備好了 因為做這些 事前功夫 一定要準備好充足 因為 一會兒做下去 大家會知道 開了材料 不直接用 或者 有這樣 又那樣 然後回頭做 這些材料 就沒有了 做下去 再詳細講 講一講 我們準備了什麼物料 首先 上面的底 叫做Substray 即是底一定要做得好 所以我們用一些 叫OSB的板材 就是做底 我們就量了尺寸 另外有什麼呢 大群這些是什麼 這些就是玻璃纖維 因為這次做玻璃纖維 屋頂 用的材料很多 一群就鋪到13m2 我們這裏有兩群 這些其實很刺手 所以我一定要戴著手套來碰它 否則多多血都不夠流 因為還有很多其他材料都很鋒利 因為這個是玻璃纖維屋頂 跟著再講 這些就叫Trim Trim 也是玻璃纖維 也很利口 這些也很刺手 我都戒手過很多次 而且一定要戴著手套 厚一點 這樣做 這些都是玻璃纖維 因為我們很多地方要做收口 所以我們有不同的玻璃纖維 因為有些是粗身的 你預算了 做完之後 你可以踩上去 所以很堅韌 堅韌有什麼不好處呢 一些邊位收口位 很難做 所以我們另外也要準備 密度低一點 油軟度低一點 好像C 就是做一些叫收口的位置 大家比拼一下 密度是否完全不同 因為就是做邊位 不是一個材料 走天涯 我們有不同的材料 就是玻璃纖維 這兩個是一樣 收口 收口也有兩種 接著就要講一下 這些叫樹枝 RESID 樹枝 我們用的量很多 雖然兩桶 一桶 一桶 就蓋得不太多 只有百多尺 所以我們有兩桶 也無謂做做下五個材料 去買 除了這兩桶之外 還有一桶叫做 TOP COATING TOP COATING 如果是TOP COATING 除了這樣 因為我們做這些玻璃纖維 除了底的樹枝之外 另外也有浸棉油 做完棉油之後 整個材料就好看了 還有這麼多瓶 這些是甚麼 Acid tone 這是洗工具用的 洗油掃 其實油掃 油掃也很多 油掃基本上是消耗品 不要想用得回 其實盡量浸著它 希望用得回 但實際上消耗量很多 還有油膩 不是油油 即是油這些樹枝 有TOP COATING 這些是賣邊用的 另外有些滷 滷緊玻璃纖維 還有一些叫做 吹發劑 HARDENNA 這些都是HARDENNA 這些都是 其實都用很多CHEMICAL 另外 這些涼孔 因為混合這些HARDENNA TOP COATING 和樹枝的比例 是有數計的 亦受天氣因素影響 所以你看到很多這些數字 待會要混合的時候 我們要看著計數 還有材料 開了之後 用不到 要不硬不到 要不太硬了 要不太硬了之後 根本就做不到 所以這些很重要 開一個比例 始終發酷便發酷 還有這些濕膠 因為我們正式做玻璃纖維之前 我們用濕膠 有些洞洞洞的位置 都會封閉 另外有砂紙 另外有磨機 所有材料都要準備好 才可以開工 OK 我們現在開工了 這個 這個 就是戶外用的木板 用OSB 以及厚度 也要跟隨標準 如果厚度不適合 會影響它的保用 亦會影響它的耐用性和實用性 因為Fibergas 即是玻璃纖維屋頂 其實做完之後 跟著標準 其實我們可以向上行 選材方面 一定要有足夠的厚度 以及材料的要求 因為很多時候 這裏做完之後 外面師傅做完之後 蓋好 你都不知道它用什麼材料 對吧 不可能拆回去 直至出現問題 才會看 所以這些買料 我們親自買 親自做 確保用料 手工 跟著標準 另外 我們屋頂也要確保 它有足夠斜水 所以 我們也會 拉平 拉斜 讓水 去到後面 後面有一個吉塔 草水 然後就流回到下面 如果搞好 面子的木 之後 我們就會做一些Trim 懷疑 一會兒 做到這個步驟 再跟大家分享 現在的準備功夫 已經做完了 其實花的時間都不少 接下來我們做 正式開始做玻璃千枚屋頂 要蓋一些工具 包括這個屋頂 屋頂 屋頂 一來它本身是異言 二來 其實不能夠長時間吸入 所以 我們公司 包括我自己 亦都受過專門訓練 可以使用這些 而我們 亦都跟著標準做 我們亦都得到原廠的 亦都要求我們做 首先用眼罩 因為處理一系列的 chemical 所以我們一系列的 安全措施 我們都需要做 亦都是原廠要求我們做 首先 用眼罩 處理一系列 chemical 手套 多多少少少 好像彈出來 眼罩 手套 就是這種手套 防水的 不是棉質手套 亦都是我們一些 口罩 不是普通 我們那些 或者手術口罩 是一些 我們做工程用的口罩 我們做好 有安全措施之後 我們正式開始開 chemical 首先 這個就是 薯枝膠 本身是綠綠色的 接著 就是涼筒 涼筒 涼筒裡面 就是黑度 我們視乎 我們處理量 多少 然後倒進去 先把 薯枝膠 倒進去 剛才我都搖勻了 OK 慢慢加進去 慢慢加進去 我暫時開一點點 先 立刻蓋上它 因為它本身都是 揮發性 異言性 傷害性 刺激性 的東西 先拿開 接著 就下 蝦枝膠 OK 這樣 就視乎 下多少 視乎它的量 因為它的比例 非常重要 不可以多 多的話 就很快硬了 少的話 就不會硬 所以又要看 現在的 天氣的狀況 OK 這個情況下 我應該是 下15 的 這樣 就可以了 然後倒進去 搅勻它 因為搅勻 搅在去 和搅勻時 有機會 飛出東西 所以這裡 我不拍給大家看 然後就要小心做 好 感谢观看 现在这个玻璃纤维屋顶就已经做好了 做玻璃纤维屋顶有很多程序 刚才就一一介绍过 也都逐步逐步给大家看过怎样做 做这类屋顶有很多要留意 第一要留意要有斜水 不可以让雨水积聚 因为先前它一来有雨水积聚 二来老化 加上有很多漫漫的洞出现了而没有修补 雨水就滲了去楼下 而破坏了楼下的天花 现在来说的 我们量好平水斜水 然后铺好木板 做好玻璃纤维 做顶部的装置 即是这种灰石 整个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做这类屋顶其实有很多种材料可以使用 要便宜的可以很便宜 用一些叫Felt 即是mineral Felt 那些就是很便宜的 但是跟那些叫纳青的情况一样 是很受到日晒雨淋 风吹雨打 例如如现在受UV的影响 慢慢会归裂 先前看我们的影片 看到这里其实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 而今次我用一个玻璃纤维屋顶 其实就是一个最低 当然的 涉及的材料多 当然因为我们下面有做木 量瓶水 另外工序也都多 因为每一个工序要逐点逐点做 还有使用的材料 亦都可以开放 很小心 因为基本上十多二十分钟 你整个开了的材料用不了 所以在预算 计划方面其实要很准确 否则那些材料会很浪费 应该这么说 OK 这宗计划就结束了 好 在此再次多谢大家 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然后我再做到什么工作呢 有其他东西再和大家分享 希望下一次再和大家讲一讲 其他技术性的问题 或者英国生活的问题 OK 好了 就这么多 谢谢 记得喜欢我的影片 要继续支持我们 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钟仔 Thank you 拜拜 我们在伦敦 曼城 利物浦 百明汉 提供全面的物业管理服务 亦都有帮助海外的投资者 在英国置业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们的网站 或者电邮我们 去了解更多的资讯